大家好,我是事關保俠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表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你看完之後給個like 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在2020年底的時候 我們做過一輯十隻我自己最喜愛 以及買得到的碗錶 其中有一隻是來自Longjin的 Heritage Military Marine National 這隻是浪琴為法國海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製作的一隻軍錶的復刻板 很多朋友看過之後都很喜歡這個碗錶 覺得它很漂亮和Vintage 希望我們可以介紹多些浪琴的碗錶 今天我們選了三隻浪琴的碗錶 以及想說一點關於浪琴的故事 浪琴是瑞士碗錶品牌裡面 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品牌 基本上八千元到兩萬五千元港幣 這個price range裡面 浪琴是一個王者 在2018年的時候 他們已經能夠達到每年 153億港幣的銷售壓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驚人的數字 在瑞士的碗錶品牌裡面 不會多於五個品牌可以做到這個成就 另外每年 浪琴都可以製作 大概二百萬隻的碗錶 可以看到它的市場的佔有額 也是非常之高的 今年浪琴就推出了一隻 叫做The Legend Diver 青銅版的碗錶 這隻碗錶的設計靈感是來自一隻 1960年代浪琴曾經推出的 叫做Super Compressor的碗錶 這隻碗錶在當年來說 是一隻非常之出色的潛水錶 它可以做到二百米的防水 在四十二毫米直徑的碗錶裡面 是有一個自動上鏈的自家生產機身的 什麼為之Super Compressor的碗錶 原來Super Compressor的設計是很特別的 它是利用水壓 將那個碗錶底蓋壓向那個防水的Gas Cap 換句話說 當水越深壓力越大的話 碗錶的防水能力就越強了 這是一個非常之聰明的設計來的 今年這隻碗錶The Legend Diver 就用了這個銅作為這個標學的材質 銅是一種很特別的物料 它的顏色很溫暖 但是經過時間氧化之後 顏色是會改變的 而且顏色改變的效果 是視乎你不同的Lifestyle 例如你是喜歡Outdoor 時時會去海灘 相對於你一般來說都會在室內 在冷氣環境下工作 你那個銅碗錶的氧化效果是會很不同的 所以每過了一段時間 即是銅碗錶就會變成獨一無二 錶面是選擇了用漸變綠色的顏色 跟銅的顏色是非常之吻合和和諧 碗錶的錶面加了Superlumanova Quoting 無論是指針或時錶上面 都是幫助黑暗的環境下 可以更加清楚地讀取時間 而那個碗錶的錶面Sulfide Crystal 亦都是加上防彈光的塗層 碗錶的錶底蓋 是選擇了用Titanium 泰金屬來做 為了令到它不會對皮膚造成敏感 在上面就雕刻了一個潛水人拿著一支魚叉 這個雕刻就是Longin的傳統潛水錶都有這個雕刻 碗錶的錶殼是有兩個錶觀的 兩點鐘位置的錶觀是負責去調教那個內錶圈 如果我們將內錶圈的倒轉三角形 調教到那個分針那裏 那個分針讀取的時間 就是潛水源潛落水之後有多長的時間 這個計時的功能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也很有用 譬如我們入了麥錶 或者是我們開會 我們需要計算時間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功能 碗錶本身 是可以做到300米的專業防水 它是42毫米直徑的錶殼 裡面是搭載了一個 由ETA供應擁有64小時動力儲備 自動上連機是機心的 這個機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silicon balance 就是一個直的油絲 silicon這種物料是不會受到磁力影響的 換句話說這個碗錶就是完全防刺 它可以搭載這個咖啡色的皮錶帶 亦都會跟著一條綠色的NATO錶帶 如果你帶碗錶去游水或潛水的話 NATO錶帶就會非常之適合 碗錶是有五年的原廠保養 定價是港幣24,300元 除了做出色的潛水錶之外 浪琴在19世紀的後期 到20世紀的中期 還做了很多非常之出色的計時機心 其中有一個叫做13ZN 例如有非反功能的計時機心 被很多收藏家都認為是有史以來 其中一個最漂亮的計時機心 如果今天我們找到一隻Vintage Watch 裡面是有13ZN機心 而狀態又好的話 在拍賣場上隨時都可以拿到20-60萬港幣 大家就可以知道 收藏家有多麼最旁浪琴的計時碗錶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 這一段時間正正是人類的一個探險 和航空事業起飛的時間 浪琴在這段時間裡 就被很多冒險家、飛機師所樂於採用 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Charles Limburg 這位冒險家飛機師 他在1927年的時候 就做出了一個個人的飛行狀舉 他拿著自己那架Spirit of St. Louis的飛機 就由紐約去到巴黎 而在他手腕上也是帶著浪琴的碗錶 另外一位出名的娛樂大坑叫Hout Hills 他在1938年的時候 就環繞地球飛了一圈 就用了3天、19小時、14分鐘 他和他的團隊都是依賴浪琴的Chronometer 去為他們計算時間 而我們接下來想介紹這兩隻碗錶 都是來自The Longines Spirit的系列 而這個Spirit的系列 那個設計靈感 正正是來自這些冒險家的先鋒精神 我自己覺得這碗錶本身的設計 是挺modern的 用了很先進製標的技術 但其中裏面亦都有一些 element 是讓我們看到 它是有一些Vintage的軍標的影子 例如就好像那些阿拉伯士標 我們先看看這隻Longines Spirit的Chronograph 它是一個42毫米直徑的鋼的標殼 錶面是有三種顏色選擇 是有放射藍色、銀色和黑色 我自己比較喜歡放射藍色的選擇 它在10時位置多了一顆錶滴 這顆錶滴是用來快速調節日期槍的 而計時的Start、Stop、Reset的功能 就是分別由2時和4時的兩顆Pusher去負責 另外我們在錶盤上 看得到它有五顆星星 原來這五顆星星是告訴我們 這個碗錶的基深是經過特別改良 我們看看這個碗錶本身的錶底蓋 也是一個實深的底蓋 它上面黑了一個地球 還有有浪琴的沙漏飛翼的一個雙錶 這隻碗錶可以防水100米 裡面就是搭載了一個擁有天文台認證 COSC的杜柱輪Chronograph機身 由ETA供應 有60小時的動力儲備 杜柱輪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械設計 它是負責很順滑地去使用 計時錶的起動、停止和歸零 這個基深也有一個silicon balance 即是說它也不會受到磁力的影響 這款碗錶是可以有鋼帶或皮帶的選擇 而特別版就會有皮帶、鋼帶 以及會加一條NATO帶 當然價錢可能會比較貴 第三隻想說的是Longgin Spirit Automatic 這隻是Time Only的碗錶 我覺得這個碗錶的設計是很時尚 因為它用了拋光的錶殼 還有那些時錶 阿拉伯數字的時錶 亦都給我們看到它有均錶的影子 那個時針和時錶 都是有Superlomanova夜光的塗層 本身那個錶殼的直徑有兩種選擇 是40毫米和42毫米 錶面的顏色有三種選擇 分別是黑色、銀色和放射藍色 我自己比較喜歡黑色 剛好它的錶殼是40毫米 我自己覺得40毫米比較適合亞洲人的手碗 碗錶本身可以做到100米的防碎 同樣地它的錶面上也有五顆星 代表了它的機芯有特別改良 因為它的機芯是一個擁有天文台認證 COSC Certificate的自動上显機芯 ETA供應64小時的動力儲備 也是有一個直游施 碗錶是可以配皮的錶帶 或者是鋼的錶鏈 定價是港幣18,200元 亦都有五年的原廠保養 我們看了三隻浪琴的碗錶 我們可以看到在1萬多元到2萬多元這個範圍裡面 浪琴其實給了我們很多有實用 以及設計有復古 亦都有現代不同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浪琴這個品牌 都頗值得我們去留意 好了,今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